1932年,木匠师傅Aula Kierke Christensen 成功创造生产一只非常上销 富有轮子的手拉小木鸭 到了1950年,洛高集团 由Gordford Kierke Christensen接手 制造第一款塑胶洛高玩具 一粒有八个圆柱 2cm乘4cm的红色洛高火粒 也即是现在洛高玩具的设计初型 感谢观看